大家好,我叫王昌宇,来自中国广州,目前是一名在校的大三学生 然后呢,我第一次接触这个CG行业呢,大概是两年前吧 然后目前来说的话,其实我学习CG其实更多的是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 因为我目前还没有毕业,然后我就会想着在大学期间呢 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一个领域去深入发展 然后我平时也会尝试用不同的流程,然后或者还是软件 然后看看自己更擅长于哪一个方面的内容 然后在这两年期间呢,其实我也用过特别多的软件 像是MyR Max Brander,像等等,类似这种软件 然后了解这些软件后呢,我会知道自己创作的过程中 需要什么东西,然后什么软件可以达到我自己想要的效果 怎么样来提升我的个人的制作的一个效率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第一次接触Vray,然后渲染出的一张作品 然后这是我去年参加VSTATION的一幅参赛作品 然后这幅作品呢,我一开始其实接触那个比赛是比较偶然的 然后其实之前我也就是正好看了一幅电影叫做《地心引力》 这是一幅2012年上映的一部电影吧 然后那幅电影呢,其实开头有一幕就是说的就是空间战 然后可能就是遇到了太空碎片 然后瞬间就是炸成了粉碎的那种效果 然后我就在我的作品中尝试还原出电影的那种感觉 就是一瞬间所有的太空舱内的物品被吸入到太空中的这种情况 就它能给人制造出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冲击感的画面 然后其实我感觉吧,就是它就是我之前都是用的传统的CPU渲染器,像MAYA的阿诺德 然后其实Vray相比之下,它对GPU的渲染其实支持还是挺好的 然后在GPU的渲染速度上,然后也会效率会大大增加 然后在这个作品里面呢,我们就是可以,就是有一些细节 我觉得Vray里面有个节点,就是比较方便的,叫VrayTrueSide 就是它可以模拟出纸张的一个透光效果 就是以前我用阿诺德的时候,可能就是要模拟这种透光效果 可能会开一个3S效果,但是我用这个Vray的话 它里面有个节点,就是可以比较快速的代替这个3S的效果 它渲染速度也会明显比3S的快了许多 然后质量,就是它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副作品 这副作品是我在VrayStation的比赛之后,Vray官方又新创建了一个比赛 然后我就正好也是去参加了 然后这个作品呢,其实是我之前自己在家一直养的一个宠物嘛 它的英文名叫Pragment Frog 就是中文名的叫,学名叫角啊 然后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宠物吧 然后我就是想用CG模型的这一个表达 然后来做一个留念吧 然后我当时也是找了各种参考图 然后也是用现实中的一些照片 然后进行一个雕刻 然后到贴图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我画贴图的时候我用的是现实的照片 然后转换到我们可以用的一个贴图形式 我会在Photoshop里面先把图片中的高光区域先给去掉 然后再把照片中的阴影给提亮 就尽量的给它形成一个 就做成一个无光的一个贴图 然后再导到Substance Printer里面进行一个贴图的一个投射 然后这幅作品呢 其实也是用到了特别多的CIS的一个效果吧 我大概用了三层的一个Vray AI Surface的那个节点 然后去调不同的区域的皮肤的一个透光的一个效果 就包括它的肚皮上的一些纹理 然后包括像是这种凸起的一个小疙瘩这种效果 我都对它进行了一些分开的处理 然后它的表皮 然后我还用了那个斐尼尔的一个节点 然后来增加它的一个皮肤的一个真实度 然后这幅作品呢 其实我最后我是想表达它 就是两只青蛙大概是在一个小池子里面 然后正好一缕清晨的阳光照射下来 然后头上的那个小青蛙呢 就正好正在捕捉到一个昆虫 这么的一个情景 然后这幅作品可以是作为我对Vray的学习的一个进阶吧 然后就因为这幅作品呢 我就是更深入的了解了Vray中的一些不同节点的一些作用 我们看下一张图 这一张图是我之前参加一个叫Rebus的一个渲染农场的一个称赛作品 那个时候的称赛那个主题好像是关于夏天的 然后我就想着夏天可能就是给人就比较感觉特别炎热 然后我就想用这种比较写实的方式来做一个下午茶的一个情景 然后像包括像是水杯上的水滴 然后还有后面的冰块 还有前面的一个冰淇淋 因为是夏天嘛 然后就给人感觉 我觉得就是带来一种非常清凉的那种感觉 然后其实在创作的这幅作品的过程中的比较重 比较难的点呢 其实就是这一个杯子上的水珠 这个水珠当时我用了好几种的办法吧 第一种是用那个Dispacement 就是那个置换节点 然后去尝试做一种凸起 然后其实当时我测试的它那个当时的效果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然后后面呢 我就尝试用那个实体来代替这个水珠 就是它的水杯跟那个水珠是分开两部分 就是我会先是创造出水滴的模型 然后覆盖在那个杯子的上面 然后这样会比就是你用那个Dispacement做出来的水珠 会真是很多 然后后面看这瓶酒的那个绳子 那个绳子其实当时我用的是用的那个Maya里面的那个布料模拟 来做的这么一个解算吧 然后我们可以仔细看那个绳子上面 其实是我做了一些比较细的一些毛发 就是一些细线在上面 就可以增加它的一个真实度 就包括下面的那个布毯也是做的同样的一个处理 用的是Maya里面自带的一个Action的一个毛发的插件 添加这种小的细节我觉得就是可以提升你整个画面的一个丰富度 就有些图你放大看的话可能你会觉得缺少一些东西 但是当你添加上这种细节的时候我觉得就感觉整个画面会更加耐看 就无论你是放大看也好还是整体看也好 然后同样这个GV9上边这一个装饰作用的这个散 我也是用了那个Bray Two Side的那个节点来制作一出这种透光效果 可以看到它这个模拟出这种非常薄的一张纸张的效果 其实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甚至会比3S的效果还会更好一些 然后我们看下一张图 这张作品其实我是想的 之前我们不是看到很多新闻报道吗 新闻报道它不就是说人类发现了多少多少光年 会有一颗适合人类生存的一个星球 就是以后可能有机会人类可能某一天科技到达了那个程度 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个移民 然后我就会很好奇这个星球上到底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 然后我就做出了那么一个作品 就是完全就是靠就是自己的一个想象 就是它可能会出现什么各种奇特的一些植物呀 然后或者生物也好 然后这幅作品呢也是完成了我一个小小的心愿嘛 然后就毕竟我觉得我就是在我有生之年可能是看不见 就是踏上这种奇幻的星球的这种景象了 就只能用我CG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脑海中的一些幻想 就是可能真的有那么一天吧 就是人类真正能踏上就是探索其他星球的旅程的时候 然后我也是能希望就是跟这幅画面一样 是那么奇幻那么美丽的一幅景色 然后这个 然后这幅作品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完成的是在后期 因为Vray有一个那个Live Mix的功能嘛 它可以在后期去调整每一盏灯光的颜色 然后我就把那个圆图像分层导入到了一个导入到Nuke里面 Nuke然后做了一个不同颜色的一个处理 就其实这张图我是做了两幅 一张是冷色的 然后一张是暖色的 就大家可以看一下冷色跟暖色的一个画面一个对比 然后就是不仅是可以调那个灯光的颜色 在那个Nuke里面我还调了不同植物的一个颜色 就是这张图其实大部分的效果都是在后期进行一个调整完成的 然后这里面每一颗植物 然后我都是进行了一个贴图绘整的 因为这个当时就是它的规模其实特别特别大 大概有几千万面这个样子吧 然后我用了Vray里面的代理 然后代理出去了一部分 然后用来优化整个场景吧 要不然整个场景会特别的卡 因为我这个尺寸可能就是从这个整体画面来上看的话 可能是看不出每一种植物具体的样子了 因为它在画面中占的比例比较小 然后它里面每一颗植物我都在substance painter里面进行一个贴图的一个绘制 好我们看下一张图 这张图是我今年参加Vray Station比赛的一幅作品 这幅作品的名字叫蚂蚁小镇 这幅图大部分时间我是用在于刻画细节的部分上 就包括贴图贴图的话我会就去思考 思考整个场景中它什么地方该出现张记 什么地方不该出现 然后包括它的磨损也是 然后我还喜欢在就是在自己的作品里面加一些比较小的像彩蛋样的东西 就比如说像我们可以顶方有一只比较小的蚂蚁 然后上面它可能举着一个Vray的一个旗帜 然后这张画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元素就是灯光雾 就是我添加了一个大气雾效的一个效果 模拟清晨的一个丁达尔效应的感觉 然后我当时是把灯光雾单独分层出来了 然后到了然后把它扔进了Photoshop里面进行一个处理 然后让它的灯光雾的效果看起来更加明显 然后当时我也是渲染了不同的一个角度 然后还尝试渲染了一张晚上的一个情景 然后下面这张图 下面这张图是我今年跟Vray Station一块参加的一个比赛 是用Vintage渲染的 然后也正好借这次机会了解了一下Vintage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是跟3DX Max可以进行一个联动的实时渲染软件 然后给我的感觉就是Vray渲染还要更快 它的效果其实非常接近于Vray渲染出来的一个效果 然后这个作品的名字叫最后一刻 然后对于这部作品的解释 我们有写过多的内容 主要是想留给大家去想 可以去想象身边的一些物品 想象这个人究竟在生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内容 就是他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思想斗争 然后我说一下目前我使用Vintage的一个感受吧 就是虽然有一些内容他可能还不太支持 像3S这个他就不太支持 但是听说可能下个版本可能会支持这个3S 然后我还是比较推荐的 就是无论你用什么渲染也好 就是你可以使用Vintage来进行一个实时渲染 一个查看 你可以看到一个预览 它是可以实时把你的灯光的参数 给同步到Vintage那个渲染器里面 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方便 然后最后我想跟大家再说一下 我自己学就是学CG的时候 然后就是一些感受吧 就是其实很多人问为什么就是你学的那么快 但是其实我想就比较想说就是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你的一个兴趣吧 我觉得就是兴趣肯定是第一的 然后第二肯定就是耐心和时间 然后还有坚持 其实做到这几点也没有说特别的难 就是首先你得感兴趣的嘛 就无论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好 然后会 然后还想说一下就是 其实像 做这些作品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学摄影 我觉得比较挺重要的 就是包括你的一些摄像机的参数 就毕竟你学玩的那个摄像机是虚拟摄像机嘛 就跟真实的摄像机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你学就是知道一些摄影知识之后 你会知道自己的这个镜头 它该用什么样的焦段去拍摄 然后它会有不同的效果 就比如说你拍摄一些飞机这种 它会可能使用一个比较长焦的一个镜头去拍摄 然后你需要表达整个画面非常丰富的一个感觉 你可能就要用广角 这个就需要去你调你的那个软件中的一个摄像机的参数 而不是所有画面都用的一个默认的一个摄像机参数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 而且摄像它可以锻炼你的整个构图的一个效果 它可以提升你的整个作品的一个审美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正在学习CG或者是这个行业的 我觉得有必要去了解一些摄影的知识 对个人提升能力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做CG作品 我觉得它可以表达你内心的想法 还有你内心的情感 包括你整个人的性格 我觉得它都会体现在你的作品的方方面面 所以我为什么热衷于这个行业 所以我更多的是觉得它可以表达你所想 内心所想的一些东西 甚至是一些不可能实现的东西 它都可以表现在你的画面中 然后你会发现 其实每当你完成一副作品 它所带来的成就感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这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魅力 然后我的分享呢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